欢迎收看夏东平车 宝马新时代车型即将在2025年发布 并且在2026年开始在中国生产 去年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了 轿车版的新时代车型 现在我们将介绍一下SUV版的新时代车型 跟轿车最大的不同就在车头部 宝马传统的双肾又出现了 接近于第一代的新时代概念车 所呈现出来的造型设计 非常窄的竖条型的双肾中网 它采用了更多的直线条 但是用了圆角 有一种刚柔相继的形式来表现 同时它不再是一个燃油发动机的散热格杉 而成了一个纯粹的装饰品 那它现在和日行灯相结合 亮起的时候来形成各种形式的灯雨 和轿车相似的设计在两侧 日行灯的主设计跟轿车是相似的 带有景深意韵的这种设计 散热的部分它是放在下方 空气帘的设计是在中间侧面向里走 然后从车轮走出去的 但它在侧面这有一个类似空气帘的结构 但这个结构呢 它其实并没有通向轮毂的内侧 这个结构应该是一个 让空气在分流过来之后 更加贴着车身 然后从下方往下流动的这样一个结构 但是在概念车上它只是一个形状 我们不知道在量产车上将会是一种什么样子 整个这款车型周身非常的光滑 但是它将支持L3级别的智能驾驶辅助 并且在自动驳车方面 能够实现L4级别的自动驳车 所以它的各种传感器 会遍布这辆车的全身 但是宝马的设计师非常确定的说 它将采用一种让人无法察觉的方式 来布置这些传感器 我觉得这辆车整个的比例是非常和谐的 既体现了SUV的这种强壮感 又能够让你感受到低风阻 它的轮拱的位置设计的很强壮 同时你会看到前肩到后胯的位置 曲线都是非常光滑的 而且我们看不到车身上的门拉手 它是在水切线上方设计了一个像喷气发动机的机翼的一梢一样的结构 作为整个门的拉手 里边是个电动的按钮 轻轻一按门就会弹开 这边也一样 无矿的车窗 加层的玻璃 都是和轿车的设计采用了相似的设计手段 那我们第一次看到一辆宝马车的车门线 作为一辆中级以上的车径 它和轮拱之间的距离只有10厘米多一点 我目测它的轴距应该是在2米85左右 因为整个车的车长并不是特别的长 这样的话 由于车门这个结构向前移动 所以它整个座舱的空间是非常的宽敞 但是同时并没有丧失一辆宝马车 它非常动感的这种比例 这个位置 它呈现的是一个雕刻的非常深的空气动力的造型 而且它这里面是有空气的通道的 侧裙作为电池 从厚度角度上来说 它其实要比以前变薄了不少 这款车呢 它将采用圆柱形的4695力电池电芯 尾灯的设计 它在外边这一层最亮的部分 仍然是体现了宝马L型尾灯设计语言 里面有非常多的层次感的细节的元素 在夜间如果它不亮的时候 它是隐没起来的 它的L型还是特别清晰的 整体亮起来的时候 它又显得很绚烂 它的后扩散器是一个分层的设计 除了很快的扩散空气之外 形成下压力 它还能更好的梳理气流 扩散空气不仅仅产生很好的下压力 而且还能降低阻力 还能让空气更加受管理的进行流动 特别有意思的是 它侧面这个结构 在这它也形成了一个空气扩散的通道 这个侧翼和它的前面的侧翼是相互呼应的 而且这里边也有一个空气形成的气流的通道 我问了一下宝马的设计师 他给我的回答是 这款概念车和最终的量产车 会相当大程度上是一样的 比方说流媒体的后视镜 比方说重新设计的霍夫麦色弯角 以前它的水切线是水平的 所以霍夫麦色弯角呢 只有一个相当短的线条 但是现在它把霍夫麦色弯角的切线和水切线连成一体了 所以看起来更简练 这个部位我们还看到了一个元素 那很有可能将来会应用宝马的电子墨水 来形成一些特殊的装饰 或者说人机互动的一些效果 这辆车它的内饰现在所用的面料都是环保的 可回收的面料 哪些面料会最终又当量产车上 现在还是不确定的 地板上这种非常有质感的织物 我觉得不太容易会用到量产车上 因为它的耐用性耐脏性 可能还需要更强才行 座椅上半部分的面料和仪表台上的面料 包括车门上的面料 可能有很多都会用到量产车上 相对来说比较肯定的会应用的面料是 仪表台下边这一块板 很有可能会真正用到量产车上 会看到这块板它下边透出光来了 因为这块板织物的孔隙是比较大的 使它呈现了一种半透明的状态 中控屏仍然是和轿车一样 所采用的这一块平行四边形感觉的中控屏 并且呢 在这个位置都影射了霍夫麦斯特弯角 这种平行四边形是和方向盘的边缘形成了一种平行的状态 实际上是一种人体工程学的设计 它非常便于驾驶者观看和操纵 这块中控屏铭可以直接去控制前面的全景视域桥 这屏幕是屏铺在底部的 我们看到的是它的反射 所以这是宝马的一个很创新的显示方案 这两块屏幕会在量产车上原封不动的出现 另外这个屏幕上它所显示的内容都标明了 全景视域桥上各个部分的显示内容的位置 相互之间是对应的 所以当我们要把它去掉的时候 我只要把它滑下去 上面就变成了最简易的仪表的显示 而这时候我又可以把我想要的东西随意的放上去 让它都显示出来 这种效果在这款干件车上 已经近乎于可以当成一个量产车的状态来体验了 电动座椅的控制放在车门上 而且由于它整个的内饰设计的无比的简洁 所以它的所有的装饰都会显得质感非常高 因为周围没有任何其他的细节去干扰它 所以它可以像宝石一般 以一种极高的质感呈现出来 包括这位置简单的控制钮 空调系统就是隐没在这块仪表板后面的缝隙当中 而这个缝隙里面又有一层平铺着的氛围灯照明 整个的内饰看起来非常的简洁又特别的高级 还有一个地方是完全不会改变 就是这个方向盘 这个方向盘基本上就是量产车定型的方向盘 这个屏幕的控制 很多都可以通过方向盘侧面的多功能控制器来调节 这就是宝马新世代SUV 现在它叫概念车 我个人感觉应该在80%以上的元素 保留在2026年在中国投产的那款量产车上 这个车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概念车 它还有很多内在的元素 要讲到的就是它在智能驾驶和整个驾驶舒适体验方面的 整体的内部控制软硬件的整合 这么大的一辆智能的电动车 它只有两块主电脑 这两块主电脑 一个位于车身的前部 一个位于车身的后部 位于车身后部的 是控制它的智能驾驶辅助的电脑 这个电脑的算力 是目前量产车上再用的宝马的智能驾驶辅助电脑 算力的五倍 驾驶的控制电脑位于车身的前部 这一块主电脑是目前的整体算力的十倍 并且这一块电脑 它把整个车的底盘 悬挂系统 刹车系统 转向系统 电动机的系统 电池的系统 还有和智能驾驶辅助之间整体匹配的系统 完全整合在这一个电脑里面 当然还包括它的传动系统等等一系列 也就是说凡是跟驾驶有关的 所有的计算控制 全部在这一整块电脑里 宝马把它称作超级大脑 这款车有两个超级大脑 会使这辆车达到新一个层次的驾驶乐趣 还有一点就是 他们希望让新世代的这款SUV 以及它的轿车 在行驶的时候 能够让它的舒适性和静音性 接近于一种静驶不动的状态 我不知道它要如何实现 当然我觉得非常高的智能化 同时也要趁以极强的硬件能力才行 那另外呢在它的驾驶控制的超级电脑当中 宝马首次把一辆车纵向的动态能力 和它的横向的动态能力 集成在了一个电脑的控制系统当中 它说能够达到最高的驾驶乐趣 并且这一块电脑具备控制 一个电机到四个电机的能力 也就是说新世代的SUV 可以从单电机一直到四电机四驱 能力极强 让我们好好期待它吧 当然我个人认为 SUV将会先于轿车退出 作为概念车 凡是越晚推出的产品 它越可能先上市 这就是为什么宝马的设计师说 这款概念车 它极大程度上会跟量产车保持一致的一个原因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推测 是不是正确呢 等着看 好 感谢收看 欢迎关注踢车帮 只为爱车的你